好在前年被發現的台中神鋼統施命案 在經過了國民法官法庭的審理後 判決在剛剛出爐 來聽一下行政庭長的說法 好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來證明這個菜女殺人 不過檢放他們也將間接證據串聯起來 跟經驗法則來認定了他的犯罪事實 來聽一下告代律師的說法 包含被害人跟被告的兩支手機 基地台位置高度重點在失蹤的過程當中 那再加上說是由被告自己一個人出面 去證譯五行行購買所謂封屍跟裝屍的犯罪工具 包含打僵機器 那甚至在這個案發後 也是由被告一人去承租 距離他們租住非常遠的一個封原的一個工廠 那麼裡面堆了什麼東西 就是這一些殺人氣死的犯罪工具 檢案官也在辯論時陳述 這個蔡信女子在2018年就有詐欺前科 應該要構成累犯加重 而動機不排除就是金錢感情糾紛 還強調他殺人用水泥風濕手段殘忍 犯案後甚至冒用被害人的手機傳訊息給女兒 假裝他還活在世界上 還說自己的車子遺失固步遺陣 計畫縮密假官認定他才是恐怖行人 而今天的國民法官法庭判決 和平執行27年6個月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